各位家长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 我制作了很多的科普视频 但是我其实是一名中学物理老师 遇到过很多的家长和我探讨孩子的教育问题 我想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家长 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是一帆风顺的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景 比如说其他的孩子又学了英语又学了奥数 你怎么什么都不学呢 为什么我教了你这么多遍 你还得一次一次错呢 为什么你就不能按规矩的方法做题 偏偏要自己乱做呢 你学习够努力了成绩还不行 那一定是你太笨了等等等等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 今天我就想对孩子的教育问题谈一谈我的理解 如果我们问孩子你以后想做什么 孩子们回答说我以后要当科学家 那么我们一定会非常的开心 我们一定特别希望孩子能成为 爱因斯坦那样伟大的科学家 如果真的如此 那将是我们做父母的无上的荣耀 好 现在我们在工作当中遇到的挫折和失败 都是毛毛雨了 那么您知道爱因斯坦是如何成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的吗 之前我曾经完整的讲过爱因斯坦的故事 这里我再简要的回顾一下 1879年爱因斯坦出生于德国多闹河畔的一座城市 小的时候学说话很慢 说话之前总要自己先小声地说一遍 然后才敢大声说出来 父母甚至认为这个孩子以后可能会有学习障碍 为此还特意去咨询了医生 但是在五岁这一年 一个意外的玩具为爱因斯坦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那是爸爸送给他的指南针 长大以后回忆起来爱因斯坦说 这个指南针以如此确定的方式行动 这种经验给了我一个深刻而持久的印象 我想一定有什么东西深深地隐藏在事情的后面 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 爱因斯坦就对物理学产生了兴趣 九岁的时候爱因斯坦又获得了一本几何书 他就开始研究数学 而且还自己发明了一种方法来证明勾股定理 爱因斯坦的小学中学时光基本都是在德国度过的 德国的教育非常严格 这让喜欢胡思乱想的爱因斯坦非常不舒服 爱因斯坦虽然成绩还不错 但是没有对老师充分的尊重 还总是提出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让老师难堪 学校对爱因斯坦忍无可忍 1894年底 校长找到15岁的爱因斯坦建议他退学 在1895年爱因斯坦从德国退学了 来到了瑞士 通过一年的复习考上了瑞士的著名学府 苏黎市联邦理工学院 上了大学爱因斯坦依然不太喜欢循规蹈矩的上课 经常逃课自己读些课外书 爱因斯坦有一位数学老师明可夫斯基 他小的时候是一个神童 看到爱因斯坦这么不守规矩 非常的愤怒 斥责爱因斯坦是一条懒狗 可是他可能不知道 现在我们提到明可夫斯基总是要加上一句话 他是爱因斯坦的老师 在1900年爱因斯坦从苏黎市理工毕业了 他和他的同班同学也是他未来的妻子米列瓦 在全班同学中成绩分裂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一 毕业之后的最初几年爱因斯坦没有找到工作 幸好爱因斯坦的同学格罗斯曼的父亲 和瑞士专利局的局长是好朋友 在同学父亲的帮助下 爱因斯坦走后门 在波尔尼瑞士专利局当了一名小职员 这段时间爱因斯坦为了贴补家用 开始四处收学生做家教 他曾经在电线杆上贴小广告 也曾经在当地的报纸 博尔尼市公告报上刊登广告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愿意私人为大学生或者中学生 彻底讲授数学和物理学 本人持有苏黎市联邦理工学院的教师资格证 驻正义街32号一楼试听免费 广告还真的招来了几个学生 收费课程结束之后 他们会一起讨论问题 在1905年的一天 爱因斯坦等人又开始讨论时间和空间的问题 他的一位小伙伴背锁突然说 也许在一个人看来同时发生的事 在另外一个人看来不是同时发生的 爱因斯坦顿悟了 原来时间也好空间也好 都是与运动紧密相关的 从这种想法出发 五周之后 爱因斯坦就写成了文章 《论动体的电动力学》 这篇文章被后人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侠义相对论》 这一年爱因斯坦才26岁 很快他的名字家喻户晓 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天才科学家 我时常想爱因斯坦的成功到底来源于哪里呢 小的时候爱因斯坦发育并不早 在中学时爱因斯坦不过是一个学习成绩优异 又爱胡思乱想的学生 还被校长劝退了 上了大学爱因斯坦成绩平平 又酷爱逃学 被老师斥责为一条懒狗 毕业之后被迫在电线杆上贴小广告找家教 最后脱关系找了一份平凡的工作 这样的人生轨迹在我们现在一抓一大把 而且我们对于这样的学生往往评价不高 可是爱因斯坦非常幸运 他找到了最适合他的发展方向 小的时候爱因斯坦因为一个指南针 而对科学着迷了 中学时代在瑞士那种宽松的教学环境下 爱因斯坦保持了热爱思考的习惯 毕业之后在专利局 爱因斯坦的工作并不繁忙 这样他才有时间结交 能跟他一起讨论数学物理问题的朋友 他才有时间去继续思考那些数学物理问题 而且作为一个在专利局工作的业余年轻学者 也无需为自己做出错误的猜想而付出任何代价 这样才能让爱因斯坦摆脱束缚 做出划时代的发展 爱因斯坦的故事讲完了 各位家长朋友 你能从爱因斯坦的故事中获得什么样的启发呢 我想爱因斯坦的成功 首先源于他还不错的家庭环境和重视教育的父母 从小给了爱因斯坦接触科学的机会 从一个指南针到一本几何书 他的家长给了他接触神奇世界的机会 每一个孩子都会对世界充满好奇 如果我们能给孩子更多的机会 让他们了解各种各样的知识 也许他们就会找到自己一生从事的方向 我在人大附中教书 有一个孩子毕业之后考入了北京大学医学院 成了一名口腔科医生 他曾经跟我说 自己小的时候在美国 小学时候基本没有学过太多的数学知识 甚至经常不在学校里 相反老师会带着他们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参观交房局、医院、警察局 很多孩子从小就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 找到了自己一生要从事的方向 我们经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要践行这句话就要带着孩子们多多接触世界和自然 有的孩子可能对科学感兴趣 也有的孩子可能对艺术、文学或者运动感兴趣 这种发现和兴趣应该是孩子自己选择的 而非是家长们所希望的 所以我建议各位家长朋友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在孩子小的时候 带着孩子多多了解多样的世界 可以去科技馆、博物馆、植物园 也可以去阅读课外图书或者看动画片 让孩子们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比如在我小时候读过很多的杂志 比如小猕猴、奥秘等等 所以我从小就对科学很感兴趣 在这里我也给大家推荐几本 适合小孩子的图书和动画片 《神奇校车》 这是一部适合幼儿园和小学生的神奇图书 是美国国家图书馆推荐给所有幼儿园和小学生的课外读物 可以说是全世界最畅销的儿童科普读物了 在这套书里面 弗瑞斯老师驾驶着一辆可以变形的校车 遨游太空、畅游海底 进入人体探秘风潮 小朋友们会从这套书中学到很多有趣的知识 而且这套书故事性和可读性非常强 从以图为主的低年段版本 到以文字为主的高年段版本 前后一共有几十本 特别推荐给士林的家长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 孩子们可以通过游戏获得快乐和知识 锻炼自己的逻辑能力、思考能力、记忆能力和判断能力 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更会增进家长和孩子们之间的感情 可是作为家长的我们知道陪孩子玩什么游戏吗 这一套学霸思维游戏是由英国著名的童书品牌尤斯伯恩出版的 分为全科知识和学习力两部 书中用精美的绘画、风趣的语言和孩子们一起探讨文化、历史、逻辑、推理、科学、实验、语言、阅读、艺术、创意等等方面的知识 并且着重培养孩子的观察力、创造力、记忆力、想象力和思考力 最重要的是这套书并不是一套儿童百科全书 而更像是一本游戏手册 针对每一个有趣的问题 作者都设计了特别好玩的游戏 大约有120个 在家里家长们就可以陪着孩子一起玩 有些游戏是锻炼孩子的思维和观察 有些游戏是锻炼孩子的身体协调能力 我们再来推荐两部动画片吧 罗斯丁和平博士密码是两部俄罗斯的动画片 适合幼儿园和小学生 罗斯丁讲述了家里各种电器的工作原理 而平博士密码则更加关注前沿科学和技术 尤其是诺贝尔奖的成果 从前苏联开始 俄罗斯人在科学普及方面 就对全世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比如前苏联作家别来利曼的《趣味物理学》 米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 乔治·加莫夫的《从一到无穷大》 都是快智人口的佳作 即便到现在苏联的科普作品水平也是世界一流的 这两部作品代表了科学知识 和现代3D动画的完美结合 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 动画片《工作细胞》是一部典型的日本式动画片 但是它却成了中国喜欢生物学的中小学生必看的作品 它把人体比作一个世界 里面的各种细胞都在为人体服务 看过这部动画片 小朋友们就可以对红细胞 中性粒细胞 血小板 氏酸性粒细胞 巨石细胞 辅助性T细胞 自然杀伤细胞 细胞毒性T细胞 细菌 病毒 癌细胞 如属加针 他们还会明白人体血液循环的原理 各种疾病的特征等等 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除了国外的动画片 中国自己制作的许多纪录片也非常不错 比如我最近在看中国社会科学院 和中央电视台一起制作的《中国通史100集》 从远古时代一直讲到了近代的宏大中国历史 再比如说科学电影制片厂制作的《门杰列夫很忙》 被数学选中的人 也都是许多数学化学老师推荐观看的 而且这些影片很容易在网上找到资源 除此之外 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 以及许多的视频平台 都会制作各种各样的 针对少年儿童的科学讲座和活动 比如前几天中国航天员为全国的青少年 进行了第三次天宫授课 家长朋友们都带着孩子们观看了吗 再比如中国科学院《格志论道讲坛》 高山科学经典账号都会定期的举办科学讲座 如果你多加留意 很容易发现这些讲座 我也经常参加这些给孩子们分享的活动 而这花费了我许多的课余时间 当年的法拉第就是因为听了戴维的讲座 成为了大科学家 而法拉第做讲座的时候 下面又做了一个年轻人 他的名字叫做麦克斯韦 在我们小的时候 根本没有机会接触这些大科学家 而现在有了互联网 一切都变得特别容易 因为我是教数学和物理的 又做了一些关于理工科的科普 所以我所了解的感兴趣的都是理工科方面 但是世界绝对不只有理工科 文学 艺术 体育都可能是孩子们感兴趣的方向 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多带着孩子去接触世界 让孩子们找到感兴趣的方向 而不是指每天奔波的忙碌于各种辅导班中 如果您赞同我的观点 请您关注我的账号 明天我将继续分享一些关于孩子教育的观点